蕭霖 他终于 愿意成全她 就一样将时光刻在了手掌 人类梦滋养 告别着 还记得吗 这里 就是你当初逃跑的终点 你说 那是你最快活的时候 就连呼吸的空气 都是自由的 其实那天 我早就远远地看到你了 可是我没有伤见 是因为 我看到了你最真实的样子 我自由了 我终于自由了 那是我能看到的 你最简单 最快乐的时候 其实 我挺羡慕你的 这一生到最后 没有被任何事情束缚 包括我 他在那里面 你看我 有那一生到最后 我的人 不然我 他ill 她要不要 不然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替你冲动 云和 你们该有更好的结局 云和 你喊心大胆地飞吧 以后你再也不用担心被宽住了 只是你可不可以做得满一些 你自己去土地的明媚如花 流伤 过万丈 一月而上冲吞了寒江 晚上 天之涯 与你共共一首敲几的月光 山土一粒 万户中的自己 泪出一滴 追 有些情 你没有看错人 有他在 这世间定会如为所欲 你能干吗 是 啊 有 有 这云院的东西 我都取出来了 尊主 这儿再怎么着也是个念想 没必要给它封禁了吧 以前云河 不喜欢被关在这儿 所以这个地方 也没必要开了 这儿 谷主 我们为何来这里 找人 找人 他在这里 他 狐狸 不 是允河 允河不是已经殒灭了吗 玉灵师的险体已经潇洒 可他还有一次重塑险体的机会 为了抵抗寒生 允河体内已经形成双脉 相生相伴 一脉湮灭 另一脉才可复苏 由他一缕元神 助他重塑险体 从此以后 玉灵师的天仙之脉寂灭 他将成为彻底的九尾虎 所以在顺德命令您杀死 季云河的时候 您就已经筹谋好了这一切 就算将他带回去献给顺德 您也绝对不会放弃他 而是用这种办法瞒天过海 对吗 那谷主如今要带他去哪儿 您会告诉长翼吗 你会告诉长翼吗 季云河一生 为了北渊 为了王花国 为了所有人付出了态度 从来没有好好珍惜过自己 这一次 我希望他将过去的痛苦尽数抛下 我要带她回家 我曾经以为 我此生不需要任何朋友 直到渊河出现 死皮赖脸非要和我结盟 起初我真的很烦他 但是没想到 偏偏一步一步被他复活 虽然聚少利多 但在我心里 他已是我此生之友 我知道 我知道 你啊 要么不用情 一旦用了 必是一辈子 云河未经之事 我想帮他完成 我也是 我知道你想做什么 我已传心非联神区 明日我们就继承 追上他们 你也要一起去 经辑已遭 更是觉得事实无常 更是觉得事实无常 想要遗憾少一点 能做的 便是珍惜眼前事 珍惜眼前人 在我心中 现在还能守护在你身边 是我最快乐的事情 你别要为了我好 就抛下我 咱们一起吧 一起 云和 你现在在哪儿潇洒呢 你自己出去玩不带我 一点都不仗义 云和 你看 我们自由了 我们再也不用想着逃出去了 你 没有你 我不知道自己该往哪儿走了 没有你 我看不到未来的路了 我 你站住 别以为我没对你动手 就是原谅你了 我不需要 谢谢 别喝了 我即便是喝死了 跟你也有什么关系啊 那云云和也不希望看到你这样 你还是要保重自己的身体的 云云和已经走了 我保重又有什么用呢 留我一个人 又有什么意义呢 可是你的意义远不至于此 像你们这种只懂大业的铁石心肠 根本就不会明白 因为我近了 是 有什么用的 事 你永远都会使我 有什么用的 让我更美 在这儿 我学习的 拥搭 而且我们上了 可你对于某些人来说也很重要 其实我 我知道你跟姬云河的感情 但是你活在这世间 才是最珍贵的意义 我相信未来你一定会找到自己的路 但是在这之前 你得先学会照顾好自己 天寒风冷 饮酒会上身 你得来的 我心里是想要安心 我只是想要安心 我心里是想要安心 我心里是想要安心 你真好 我心里是想要安心 你 你 你